当你对那讨厌你 痛恨你 出卖你 欺负你 吞撑你钱的人 还有爱心的时候 当他在困难的时候 那叫做T恤 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 这样你就把炭火放在他的头上 这样爱叫做T恤 为什么我们没有T恤呢 为什么我们对别人没有T恤呢 因为我们以自己为中心 我们没有设法设身处处地 去感受别人的感受 如同自己的感受 所以圣经没有错 你要爱人如己 你要知道在别人的身里面 别人的心里面有一个己 就像你里面有个己 你什么时候看你己重要的时候 你要知道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个己 你把别人的己的感受 当成你的己的感受好不好 休息 体恤别人 了解别人 你真是这样的 我可以尝试一下 你自己想要尝试一下